民述记 第31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为以色列人向米店人报仇 然后归到你祖先那里 摩西吩咐百姓说 要在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去攻击米店 为耶和华向米店报仇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美之派要派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美之派征召一千人 一共一万二千名 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派他们去打仗 美之派一千人 又派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同去 菲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和吹号的号筒 他们遵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店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中 他们杀了米店的王 就是乙卫 利金 苏尔 护尔 利巴 五个米店的王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 卤了米店的妇女和孩童 抢夺他们一切的牲畜 牛羊和所有的财物 又用火焚烧了他们所住的一切城镇和所有的迎债 以色列人把一切鲁物和略物连人和牲畜都带走 将俘虏 略物 鲁物 带到摩押平原 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地交给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 以及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 以及会众中所有的领袖都出营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官 就是千夫长和百夫长发怒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要让这所有的妇女活着吗 看哪 正是这些妇女 因巴兰的话 在皮尔的事上导致以色列人背叛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现在你们要杀所有的男孩 也要把所有曾与男人同房共寝的女子都杀了 但那些未曾与男人同房共寝的女孩 你们可以让他们存活 你们和你们所掳来的人 要住在营外七天 凡杀了人的 和一切摸了尸体的 要在第三日和第七日洁净自己 你们也要洁净一切的衣服 以及用皮革 山羊毛和木头做的任何东西 以利亚撒祭司对打仗回来的士兵说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是这样 金 银 铜 铁 锡 铁 凡能耐火的 你们要使它经过火 它就洁净 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它 凡不能耐火的 你们要使它经过水 第七日 你们要洗衣服 才为捷径 然后可以尽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以利亚撒祭司 以及会众的各父系家长 要计算所掳掠的人和牲畜的总数 要把所掳掠的分成两半 一半给那出去打仗的精兵 一半给全会众 再从那出去打仗的士兵所得的人 牛 驴 羊中 每五百取一 献给耶和华为贡物 要从他们那一半中取出这些 交给以利亚撒祭司 作为耶和华的举计 又要从以色列人的那一半中 就是从人 牛 驴 羊 各样牲畜中 每五十取一 交给照管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于是 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 遵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做了 除了士兵所夺的财物以外 所掳来的有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二千头 驴六万一千匹 至于人 就是未曾与男人同房共寝的女子 总共三万二千名 出去打仗之人的那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一半 共计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羊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头 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七十二头 驴三万零五百匹 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六十一匹 人一万六千名 其中归耶和华的三十二名 摩西把贡物 就是归给耶和华的举计 交给以利亚撒祭司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另一半 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 会众的这一半 有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头 驴三万零五百匹 人一万六千名 无论是人或牲畜 摩西都每五十取一 交给照管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带领众军队的军官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进到摩西那里 对他说 你的仆人已经计算 属下战士的总数 一个也没有少 如今我们把个人所得的金器 就是脚链子 手镯 打印的戒指 耳环 项链 都送给耶和华为贡物 好在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赎罪 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就是各样的首饰 千夫长 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 共有一万六千七百五十摄克勒 打仗的人都把自己所掠夺的各自留下 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 收了千夫长 百夫长的金子 就带进会幕 好使以色列人 在耶和华面前蒙纪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